女人沙龙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猫曲心仪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女人沙龙 这一集的女人沙龙 我们请到顶恩里仪社的负责人 吕骨萍小姐 我们要来聊一聊 殡葬业当中的性别歧视 因为我觉得这一定是必然存在的问题吧 一直存在 对因为我们之前为了要录影 所以我们之前有聊了一下 我本来想说这可能 你知道身为一个机车的女性主义者 我本人 就是我想说这可能是我幻想的吧 搞不好现在大家不是都说社会很开放男女平权了吗 所以应该没有歧视的问题了 结果我现在发现歧视超多的 你要不要举几个例子 我觉得是殡葬业里面依旧其在的性别歧视 我然后我弟弟 然后明明就是如果我们照长幼顺序就是大姐二姐弟弟嘛 可是为什么所有的富文不管家里怎么排列 孝南一定是排前面 为什么不是照长幼顺序 为什么 然后一定是孝南帅某某某 随事在侧 所以父母是由你弟弟照顾吗 没有啊 大家共同啊 对啊 但是你看吧 不公平吧 因为我就马上想到我家 好因为我们家很开放 所以谈这个我想我妈应该不会生气 她还在 可是 比如说像我妈妈其实跟我住啊 然后我会照顾她 那 可是如果有一天 一定会碰到嘛 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 那 所以我那个富文上面也要写 孝南屈心的帅谁谁谁这样子吗 正统的是这样写啊 然后跟家里 你们兄弟姐妹手足之间怎么相处 感情融洽与否都无关啦 就像我们其实三姐弟 我们其实相处是 我们家庭是都没有问题 我们都相处融洽 可是传统的制式的东西就是 我们就是依循传统就是这样子 那有人说要改过吗 目前我们还没有碰到这么 这么先进的家属 就是会去做这件事 让所有的 你看所有包括在家店里的仪式上面 然后比如说在子女在祭拜的时候 一定是孝南是祖祭 我们应该不会看到孝女祖祭 对不对 这倒是真的 对 我想想想看 对耶 所以这次传统文化一直衍生下来 跟你的长幼顺序都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性别 对我突然想到 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那 我小时候比较容易生病 所以 当我妈妈在嘛 所以我妈妈是 太太是祖祭是不是 太太不能祖祭啊 他们会分辈分嘛 那我们现在的流程 以前的那个太太的部分会放在家店最后 现在我们都是把太太放在前面 然后再来就是孝子孝女 对 然后比如说孝孙 然后后面才是各个辈分的这样子一路下来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很多事情都落到我弟头上 是啊 就我们在一个商葬的那个一个流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主导的往往都是家里的男卷 那女卷我们似乎都只能做一些比较边边的工作 例如说准备拜拜的菜饭 然后折金字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其实 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重要的仪式 比如说庞岛 就是只能是儿子 要不然就是长孙 然后如果家里就是 像是有的比较传统的 如果家里只有女儿 他们甚至要找比如说堂兄弟来碰 就可能伯父叔叔他们有意见 觉得长孙你就是不能碰到 蛤 对 那排位什么的也不可以 对啊 排位就是放在米斗里面嘛 所以就是 就是说都要由男生来做这些事情 然后女生就是 在这个整个商葬的习俗里面 其实是比较被边缘的 这件事情我其实没有认真的想过 可是现在一回想 确实没有错 比如说 因为我小时候觉得好啊 你都叫他去做 我不是很轻松吗 所以我那时候太小了 就绕得轻松这样子 大概十几岁 我不要太早过世了 就绕得轻松 可是确实就是 不管是狂盗 或者是祭拜 像我奶奶过世的时候 就是我叔叔辈都还在 然后我弟弟也会负责狂盗 然后那时候我也 因为他是长孙 但是我那时候也是抱着 好啊 那个那么重 不然就交给你好了 对 因为我弟很大一只 所以 我们那时候交给他好像 因为我们家族 其实比较没有 这样子的 传统 就是蛮开明的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让他旁 好像我弟弟也就很自然的旁 对 所以我们有想过 在那个时期 应该就是长辈说什么 就晚辈就做什么嘛 可是其实 不管说是旁道 或是副文上怎么写 我觉得这都还是小问题 那我曾经遇到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在整个商当的主导 都是男性 就是孝男为主嘛 那我就曾经碰过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就是 他不是交给我们公司负责的 可是事后他觉得 有一些不妥 是一个女儿 他觉得说他过去他爸爸曾经 就是他的那个商当仪式 当中有一些东西 让他一直没有办法释怀 有一些遗憾 他就来找我有点 诉说他的心情 他就说因为他爸爸走得很突然 然后家里就是弟弟在主导 然后所以弟弟就跳出来 就是说他就指挥所有的一切 应该怎么进行照他的方式 然后他觉得 弟弟的送别爸爸的流程 有点简化 比较简单 然后不符合他的期待 然后曾经有提出他的想法 然后甚至他说 这些我自己提出的想法 这些的费用我来负责 衍生出来的费用我负责 可是就是被 弟弟他们那边否决掉 然后他就跟我哀嚎 他跟我说 他也是我的爸爸 为什么他的最后一程 我没有任何一点点 主张的权利 哦对 这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就因为 这个告别式 不符合他自己 心目中想要的期待 所以他在走过悲伤这段过程当中 他是走不出来的 因为其实一个好的告别是 如果说在这个流程里面 都能够尊重家属的想法 然后符合他们期待去进行 对他们后面走过悲伤是会有帮助的 可是结果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帮助 反而留下了遗憾 然后造成他现在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 他跳不出来 他就会觉得爸爸没有好好的走 对没有好好的走 可是现在好可怜 为什么不能 应该是姐弟一起商量吧 嗯 因为家家有本来念的记忆 对 而且其实传统习俗就是传统习俗啊 对 所以你也不能怎么样 像我昨天跟我妈讨论说 什么舅舅最大 对 类似像这样 体弟挺高 体下无骨骨 对对对 还有一个 什么什么 狗 阿狗没狗 不能 舅舅没有 都不能封关什么一类的 哦对 你怎么讲 那个没有啦 那个有一个传统的俗言就是说 白色重去台 穆系爱丹奥套来 那这是以前的习俗就是说 爸爸走 校圈他们可以自己赶快决定 后面的流程要怎么进行 可是妈妈走不行 他一定要等娘家的兄长来看过 为什么 这是源自于我们以前的厌尸制度不完善 然后以前人担心说 我外嫁出去的女儿 我外嫁出去的姐妹 是不是受到夫家的虐待而往生了 所以必须说 娘家的兄弟 娘家的人来看过 确定说他的死因没有可疑 你才可以封关 然后才可以钉钉字 对 不过其实 真的在 其实性别的不公平是无所不在的 不只是在 像现在在婚姻平权 他是在讲同志的性别不平等 或者是其实现在还是有求知天花板 还有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都存在性别不平等 然后连兵长也都是 为什么父亲过世了 女儿不能参与异见 为什么一定是小男帅 姐姐妹妹们 来祭拜 而不是大姐 就是我觉得这都还是一些 让人不太能理解的 当然它是传统 可是难道传统就一定是对的吗 难道传统就一定是公平的吗 不一定吧 谢谢谷平跟我们分享这些 谢谢 谢谢 谢谢